據英國《金融時報》星期五報導 美國政府認為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 已經受到北京當局的調查 這是北京軍事及外交政策 政英階層出現動蕩的最新跡象 報導說3名美國官員及2名知情人士表示 美國已經對李尚福的失蹤得出結論 這就是已經2個星期沒有公開露面的李尚福 已經被解除國防部長的職務 了解情報的人士 未有透露什麼是導致拜登政府得出李尚福 正在接受調查的結論 對此白宮未有發表評論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也拒絕置評 公眾對於李尚福在公眾視野消失的2個星期感到困惑 美國駐日本大使伊曼紐爾星期五 在社交平台X上發帖寫說 第一已經3個星期未有看到 或者聽到國防部長李尚福的消息 第二他未有出席越南之行 現時他缺席了與新加坡海軍總長的預定會面 因為他被軟禁 他並且引用威廉沙士比亞的戲劇 《哈姆雷特》當中的一句說話 丹麥有些東西已經腐難 上星期伊曼紐爾也曾經在X上發文說 習主席的內閣現時就好像克里斯蒂的小說 《無人生還》 先是外交部長秦剛失蹤 然後就是火箭軍指揮官失蹤 現時是國防部長李尚福 兩個星期都未有公開露面 另一場失業大賽誰會獲勝 中國年輕人還是習近平的內閣 我們幫主演無本集中和平伉無關 還是師公 我一説 靠 Celt執意 магаз船 在融入 是 在 EE